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这是谁的错 看起来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要找出来是谁的错 那我们一起来看吧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晚安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分享的故事的话 请记得在影片的下方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每周一周三都会有新的故事上线 也请大家在这个时间呢准时跟我们一起收听 那我们现在故事开始吧 这是谁的错 作者叫大卫卡蒂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从前从前有一位熊战士 他有一把非常引以为傲的剑 他说我的剑可以砍断所有东西 为了证明他所说的 他见到什么就砍什么 哇 看来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熊战士耶 有一天为了证明他的剑有多厉害 他把整座森林的树木全都砍光了 肚子饿了才停下来休息 他把树都砍光了耶 这样真的很不好耶 为什么他要这样呢 熊战士住在堡垒里 这座堡垒是他为了抵御可疑的敌人而建造的 有一天堡垒被水冲垮了 他说我要找出破坏堡垒的家伙 把他劈成两半 他威风凛凛的走到摧毁堡垒的水坝 哦原来摧毁堡垒的是水坝 找到了 他指着水坝守卫说 就是你们 等等等等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堡垒 不是你们破坏的 没错 可是水坝的水冲垮了我的堡垒 哦原来那个水一打开就会冲向熊战士的堡垒 就把他的堡垒给冲垮了 这不能怪我们 你去找那个路屯算账吧 是他突然冲上来 把我们吓跑 水坝闸门一松开 水冲出来 你的堡垒就被冲垮了 熊战士说 好吧 我去找他 把他劈成两半 守卫说 路屯很好认的 他只有一只耳朵哦 哦 只有一只耳朵啊 路屯躺在地上 痛得哀嚎 哦 好痛 他少了一只耳朵 熊战士一眼就认出他了 就是你毁了我的堡垒 看我把你劈成两半 路屯说 你认错人了 我没有破坏任何东西 明明是你 你吓跑了水坝守卫 闸门打开 水才会冲回我的堡垒 这不能怪我 要怪就怪狐狸 我本来安安静静地躺着休息 突然咻的一声一只剑射穿了我的耳朵 然后又咻的一声一只剑射中了我的屁股 我冲上水坝求救 却没有人肯帮我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熊战士说 好 我去找狐狸 把他劈成两半 路屯说 他很好认 他有一只眼睛是蓝色的 另一个眼睛是棕色的 嗯 狐狸正坐在大门前 熊战士掏出他的剑 就是你毁了我的堡垒 看我把你劈成两半 狐狸说 你弄错了 我连井水都不会打 怎么可能破坏堡垒呀 明明就是你 你对鹿屯射箭 他吓跑了水坝守卫 大水才会冲垮我的堡垒 这不能怪我 要怪就怪小鸟 他们偷吃我的水果 我只是想用我那把老旧的弓箭 吓跑他们 谁知道剑射的到处乱飞的 才会变成这样 如果你的堡垒毁了 去找小鸟算账吧 熊战士说 好 我这就去找小鸟 把他们一只只剑成两半 他好喜欢把人家剑成两半 像西瓜一样 熊战士找到小鸟了 就是你们毁了我的堡垒 看我要把你们剑成两半 一只小鸟抗议的说 你弄错了 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堡垒 明明就是你们 你们偷吃狐狸的水果 所以他拿弓箭射的时候 误射了鹿屯 鹿屯吓跑水坝守卫 守卫不小心松开闸门 大水才冲回我的堡垒 结果小鸟竟然说 不能怪我们啦 我们本来好端端的站在树枝上 突然砰的一针 树木全都倒了 我们才飞来这里啊 有个人在森林里面到处乱砍树 你去找他算账吧 诶到处乱砍树的人 嗯 熊战士说 好我现在就要去找他 把他披成两半 诶可是 熊战士看着一地被砍倒的树木 他认出来了 那是他自己砍的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灰剑破坏整座森林的人就是他自己 跟在他背后的小鸟说 看见了吧 我们没有骗你 现在你可以去找这个砍光树木的人算账 把他劈成两半 哎呀 熊战士总算明白了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怪罪的对象 他也不能把谁劈成两半 除非他想狠狠砍自己一刀 于是他回去找水坝守卫说 这是我的盾牌 你们拿去吧 下次遇到路臀 就不用这么害怕了 然后就去找了路臀 我帮你拔出剑的时候要忍耐一下哦 会有点痛 我尽量动作轻一点 熊战士又去市场买水果送给狐狸 他告诉狐狸 请耐心等等吧 在你的果树长出新的果实之前 先吃这个吧 为了弥补自己砍倒树木的过错 熊战士种下了许多小树苗 然后对小鸟说 你们也要耐心等待哦 树苗现在还小 可是有一天也会变成大树 在那之前啊 你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住 熊战士挥舞他的剑 用那些先前被他砍倒的树木盖 卖出了一栋房子耶 哇好漂亮的小鸟的房子 好漂亮哦 一颗一颗的 这一栋大房子啊 有好多栋 适合小鸟们在里面煮草哦 嗯 故事结束啦 其实啊 一个自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举动 其实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哦 而且这种情况就是害人害己了 这是谁的错 是一个非常值得省事的预言故事哦 希望小朋友未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要仔细想一想 有没有伤害到其他人 今天又戏感冒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发出声音 但是他很认真的在旁边陪伴我们一起听故事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